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 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平衡的部分 那平衡的话有几个重点 包括酸的平衡 减的平衡 盐的平衡 那酸的平衡 它有比如说Ka 酸的association的constant 然后减有减的平衡 但是中规都是平衡 所以大原则是一样的 只是说不同的类型的话 可能有一些小的detail的部分 需要另外再注意的 好 但是不管是酸也好 减也好 盐也好 它们都是发生在水溶液当中 那解离的过程都会产生呆变的离子 也就是电解质 电解质的英文是什么? 嗯 电解质 你去想它的代表的意义 然后再把英文字给它勾起来 Electrolyte 所以要谈酸碱炎之前 我们先来重新审视一下溶解的一个现象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outline 一些重点 我们先会介绍Electrolyte 变解质 然后最基本的解离 因为都是发生在水溶液当中 所以我们先可以先看水本身的解离的过程 它是auto-alermization 所以是自解而已 好 然后再复习一下PH POH 这些 以及alermization constant 或者是equilibrium constant 或单质子的酸还有贱 再来讨论多质子的酸贱 然后其他的盐的部分 盐的话可能不同类型的盐 强碱、强酸的盐 还有弱的 强酸弱碱、弱碱、弱碱、强酸的等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电解质 它的definition 这个light 它是拉冰的字里面代表的是溶解的意思 电解质容易怎么形成呢? 从它的字面上的 英文的字面上 这个light 从希腊的字尾里面 lightos 它代表的是可以溶解的 可以溶、可以deserved 就是溶解吧 所以electro呢? electro是电解质 所以就是溶解了之后 它是有带电的这种物质 还有一个字hydrolyte hydrolyte hydrolyte hydro是什么? 不是 水 就是一般字首如果有hydro 或者hydration hydrolyte 这个是水 所以hydrolyte hydrolyte是水解物 溶在水解的物质 好 所以电解质它基本的定义 是substance that contains free ions that makes the substance electrically conducted 它就是溶于水中之后 它会有自由离子的产生 可能是氧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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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让它这个物质呢 能够具有导电性 那么 the most typical electrolyte is an ionic solution 这我们上次有提过嘛 大部分的电子质容易 它可能是离子的容易 但是也有可能是种种的电解质 融融 比如说眼泪 MSL 或是其他各种眼泪 它只要温度够高到 它变成液态 它一样有导电性 所以也可以称作电解质 那基本上大部分电解质包含了水溶 酸的水溶液 碱的水溶液 就是盐类的水溶液 那除了酸碱盐之外 我们一般熟悉的之外 一些生物分子 像氨基酸啊 蛋白质啊 DNA啊 它们也可以是电解质 只要是它溶解到水溶之后 在特定的环境 比如说在特定的酸 pH值的环境下 它有解离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就会有自由粒子的产生嘛 那就可以带电 就可以没有导电性 所以 electrolytes which can also result from the dissolution of some biological molecules such as DNA啊 或者是多生态啊 蛋白质啊 这些等等 好 那要溶解的现象能够发生的先举条件是什么 FREE ENERGY 这个现象要发生 FREE ENERGY 一定必须要是小于零 FREE ENERGY CHANGE Chain is whether the dissolution association of electrolyte solution can be formed or not 自由能它决定了 这个过程 这个现象能不能够发生 那我上次有跟大家预告嘛 我有问你们说 我们从小就有吸引为常的同类慕容 对不对 极性容易极性 非极性容易非极性 但是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终归一句话 它涉及到的是FREE ENERGY的部分 但是它这之间有些什么 DATEL的部分 MAKE UP 好 既然讨论这个过程它的自发性 那就会讨论到DATEL的GY的部分 那现在大家都是热力学的expert 专家了吗? 我是至少入门了 知道FREE ENERGY 知道热力学在讨论的一些重要的参数 那DATEL的G 含 它是由这个 它定义 基本定义 它由这两个参数涵盖起来的 DATEL的G-DATEL的S 好 记得吧 还记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 disolution的过程的时候 你要去考虑到它的 entropy change 它涉及到的热量的变化 再来它的entropy的change 以及它所发生的温度 the change in disorder 那就是乱度的变化 融解通常乱度是增加的减少 增加 对 只要是融解的现象 disorder的程度 乱度一定是增加的 那这个已经决定 它一定是 方向一定是增加 那么决定它这个 disolution这个现象的 任何会发生的 最重要的要件 就会回到entropy的上面 OK 所以这两个因素要一起考虑 this two-factor determining the total free energy change through the process 就是这边 所以你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如果一个disolution 它比较有可能 在哪一些情况下会发生 data g 倾向 小于0会比较倾向发生 所以最好这一个融解的过程 它是一个放热的 data h 是小于0的 所以它会比较favor 这个最好是小于0 或者是entropy最好是大于0 它会比较倾向 这整个train变成是负值 那它会比较favor 但是如果说 因为这个项的符号已经决定了 已经确定的 只要是融解data h 一定大于0 所以这一项一定是小于0的 所以呢 这个entropy的项 就会变成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如果它也是小于0的话 那很好 那就整个一定确定 delta g 是小于0的 但是如果delta h 是大于0的时候呢 那这两个项就要去pk了 看谁比较dominate 如果delta h 大于0 而且比这个train的值 t给delta s的值还要大的时候 那整个delta g 就变成是大于0 那就这个disillusion的过程就不会发生 但是如果这个是 虽然大于0 但是还是比这一项要小的时候 那delta g 是小于0的 那么这个disillusion的现象 还是可以发生的 所以这个是它背后的那个 来决定一个disillusion的现象 能不能够发生的最高指导原则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既然disorder always increase 当你去混合一个容易 或者是当一个物质融到容易当中 融结的时候 乱动 我们刚刚说了 it's almost always 大于0的 都是大于0的 那么有哪一些因素 是决定它的entropy change 我们现在用delta h solution 来表示就是形成这个solution的时候 它所涉及到的热量变化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重点了 好 那要去讨论一个solution 发生它所涉及到的盘的变化 的热量变化的话 有哪一些因素要考虑 你先来想一下 一个solution的形成 它涉及到哪一些分子间作用力的变化 你要做哪些事情 解离 对对对 解离 对 我现在问的就是解离 你要融解怎么样 解离这个性能会发生 但是在这之前它必须要先融解 你想想融解跟解离 是不完全一样的概念 融解是deserved在这个水的环境当中 解离才是它把这个离子 比如说离子化合物的氧离子 因因子拉开来 好 那要解离 或是先说要融解好了 要涉及到哪些现象? 哪些过程? 你又想好了 一颗方糖放到水里面去好了 它要融解 涉及到分子分子间作用力的变化 你是不是要先把融值融值间的作用力拉开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还要把融记本身融记本身融记融记间的作用力拉开来 然后呢 融值融记才有机会去彼此相互作用 所以涉及到三部曲 其实融解的过程是涉及到三个步骤 你把它慢动作拆解来看的话 所以有三种作用力添设在其中的 3 types of interaction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你必须要考虑三种作用力的变化 那最后决定这个solution的 detaH的就是这三种作用力的互相交互作用 它的interfait包含了solu-solu的attraction solu-solu就是融值融值间的作用力 它的吸引力 那那就看是什么融值了? 如果它是ion的话 它是粒子化合物 那就是你要把那个粒子粒子的attraction把它拉开来 那如果它不是粒子 它只是一个分子的化合物的话 那你一样你要把它的分子间作用力 可能繁德法里把它拉开来 好,那还有so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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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融迹融迹间attraction 比如说水 其实水跟水分子之间 彼此之间都有轻件连结 所以你要把这个轻件打断把它拉开来 把水跟水的距离拉开来 才能让融质有机可乘 那再来才是solu-solu-solu-attraction 那这个涉及到的是水合 如果是水融溢的话,是水合 那当然如果是其他的有机融 knew 就是說它是那個溶解 Salvation Salvation就是指溶解的這件事情 的一個專長名詞 Hydration是特別針對在水溶液當中 你看這個圖來表示好了 這個圖示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NACL 它本來是一顆離子的化合物 你把它一顆電丟進去好了 它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要先把鈉跟氯之間的 的靜電作用力拉開來 拉開來 然後水跟水之間的氫電也拉開來 才能夠形成像這樣子 鈉離子被水包圍 氯離子被水包圍 那分開來看 鈉離子它被水 它周遭被水分子包圍的這一個 是Hydration 水核 水核 那這個結構我們可以說它是一個水核結構 Hydration structure 不是Micro Structure Micro Hydration Structure 微水核結構 Micro Hydration 就是從圍觀下面去看 這個氯離子或氯離子 它在第一層被水分子包圍這樣子的結構 有的時候它的結構是具有特定的結構 在空間上面有特定的結構去包圍起來 包覆起來的 好 那我們可以分別來考慮這三個步驟的 所涉及到的熱量的變化 那我們剛剛說的第一步你要把氯離子拉開來 所以這個過程是吸熱來放熱 吸熱它必須要有能量給它 它才能夠做這個功 做這件事把它拔開來這件事 所以第一步 Expanding the Solu 好 那所以這件事情它需要吸收能量 好 所以Delta H 我們說第一步 所以Delta H1它是大於0的 那麼第二步我們剛剛說是把溶劑 溶劑本身的分子間就用力給拉開來拖換掉 所以第二步的話 Overcoming intercollectal forces in the solvent to make room for the soil 就是把溶劑溶劑間的距離拉開來 它才有空間去容納溶質 好 所以這一步的話 也需要吸收能量Delta H2是大於0的 好 那現在呢 終於他們有機會 溶質跟溶劑有機會可以反應了 所以第三步是 Allowing the Solu and Solu to interact to form the solution 去形成溶液 溶質跟溶劑去反應 那這個時候呢 溶質溶劑的反應 你覺得是吸人在放熱 溶質溶劑形成interaction 放熱 是放熱 所以第三步 它involves release of energy 它會放熱 Delta H3是小於0的 好 小於0的 那所以就是這三步 Delta H1 H2 H3 它們的大小互相去較量 好 你看喔 這個是一個用未能突然表示的話 第一步 第一步是先把Solu的分子間作用力拉開來 第二步把溶劑本身的分子間作用力拉開來 第三步是放熱 Release energy 放熱 然後形成這個SoluSolu的interaction 所以一個溶液形成 它所涉及到的SOP change的話 就包含了H1 加上F1 H2 加上F1 H3 好 所以最後決定它整個溶液的形成 是要吸熱還是放熱的 的 關鍵硬素在哪裡 啊 關鍵硬素在哪裡 Delta H3 它如果溶脂跟溶劑的interaction 是在掉到的 變成在這邊 放出熱熱是在這裡的話 那最後整個Total就是一個 因為你一開始在這邊嘛 所以你如果放出來熱只有到這邊 那這個中反應只有變成是在這邊 是吸個吸熱的 但是如果它溶脂溶劑的作用夠強的話 它放出了熱 可能會比原來一開始的能量狀態還要低 那這時候就是一個放熱的過程 這個溶液形成就是一個放熱 所以我們以前學到有一些溶液形成會吸熱 有一些形成是放熱 為什麼 就是因為從微觀來看的話 它涉及到這三種不同interaction 會直接作用你之間和互相的較勁 所以這邊是結果 If salvation energy is greater 最後的這個水和能 它比原來的這兩個加起來 還要再大的話 那它會掉下來 那就是效率的 那如果反過來 它就是變成Delta H是大於0的 那理想溶液是什麼情況? 什麼是理想溶液記得嗎? 對就沒有放熱也沒有吸熱 為什麼呢? 那時候有學過嗎? 有學過理想溶液的概念嗎? 如果是溶子叫A 溶液是B的話 AA的作用力跟BB的作用力 跟AB的作用力 如果剛好都相等的話 那麼這個溶液的形成 它不涉及到能量上面的 熱量上面有改變 所以它叫做理想溶液 那之所以不放熱不吸的 就是因為它們分子間作用力 剛好兩個加起來 剛好等於AB的那個 interaction的那個情況下的話 就會變成是理想溶液 那絕大多數的情況 溶液都不是理想溶液 通常理想狀態是不存在的 這是一個狀態 理想的狀態 好 其實這個溶液的形成 你也可以把它廣溢的 包含在氣體 氣體溶在水裡面 或是氣體在一個大氣裡面 不同的氣體混合 它也是一個廣溢的溶液 一個mixture 它所涉及到的 熱量變化系系列 都要考慮這幾種不同的 溶子間作用力的作用 只是說對氣體來講的話 mixture 是它們彼此相距得非常非常的遠 所以它的那個作用力 彼此之間的作用力是很小的 小到可以忽略 所以溶液其實涵蓋了 這個以前高中的時候有沒有提到過? 溶液 溶液的溶液 有嗎? 好 對 膠體也是一種溶液 好 溶液 氣體溶液 液體 氣體溶液 固體 固體溶液 不同的那個狀態之間的物質 與此之間的互融 那可能有不同的專有溶液 但是你可以把它廣義的 都叫做吸引群 就叫做溶液 Dissolution of liquid and liquid Dissolution of gas and liquid 或是Dissolution of solid and liquid 但是不管它是什麼狀態 我們考慮到它的能不能夠發生的話 就是剛剛說的這三母曲 還有它這三種不同作用力之間的 互相大小的比較 好 那這邊再複習一個概念 經格能有學過嗎? 我們上次記得我們討論那個離子 法歐的時候有談到這個經格能 什麼是經格能? 第一個呢? 出發是從什麼出發? 我所謂的出發就是你能量 從哪裡開始看它的起始點? 兩個離子的氣態的時候 氣態的時候 然後呢? 最後形成固態的離子化合物 然後會放的呢? 好 好 那這個所涉及到放出來的多少呢? 我們給它一個專用語詞叫做經格能 好 這件事實在記得 好 所以形成離子晶體 形成離子化合物都是一個放熱的過程 對吧? 好 那至於經格能的大小跟什麼有關? 好 跟這個M 就是洋離子跟陰離子之間的 今天作用力 它作用力有關係 好 Depends on the strength of the electrostatic attraction between ions 好 那對於離子晶體跟分子晶體來講 哪一種作用力比較強? 離子 離子代變的它比較強 那分子的它可能是分子晶的作用力 可能是用千晶啊 或是用反德瓦力這種的話 冷敦力 好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反過來看的話 The reverse of crystallitis energy 就是我們剛剛說到第三步 你這樣反過 你把這個式子反過來看的話 好 第一步 The reverse of crystallitis energy is the energy associated with step 1 就我們剛剛講的三步曲裡面 它是哪一步? 哈? 第一步 第一步我們不是說涉及到溶質本身要拉開來嗎? 我們現在如果討論的是一個離子的話 我一個眼淚好了 好 我們要討論眼淚嘛 它的第一步是要把它拉開來 那這個其實就是你要給它多少能量 把這個拉開來 所涉及到的能量 然後變成它把它分開來 氧因子跟因子拉開分開來 所以這一步的反過來 也就是負的金格能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Delta H1 這件事沒問題吧? 好 定義上面的話是從氣體 但是還會涉及到它跟水 因為它之後它是 所謂的氣體 我們雖然說是氣體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就是當一個的時候的 ISOLED的時候的狀態 因為等一下還會去第二步 第三步的時候 會變成是它跟水分子的作用 好 所以這邊的話是 你可以從某一個角度上來說 對是氣體 就是它回到氣體狀態 但是其實不是氣體 而是說它夠彼此之間夠遠 所以它是單一個 ISOLED的情況的時候 Salvation跟hydration 再來認識一下這兩個字 Salva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solvent molecules interact with solid ions or molecules 好 所以像這個 剛剛不是說把它 比如說NAC拉開來 氧因子拉開來 變成單一個 單一個 然後水分子會再去包圍它 那這件事情 水分子去跟這一個 因離子作用的這件事情 就叫做Salvation 但是因為特別 它這個包圍的溶劑是水 所以它也可以稱作Hydration Hydration 那當然洋離子也是 但一顆洋離子周圍被好幾個水分子包圍 它也是Salvation or Hydration Hydration特別指的是 When the solvent is water的時候 當溶劑是水的時候 那這個溶解的過程特別又稱作Hydration 好 那麼水核能或者是溶解能 涉及到的是什麼 涉及到的就是我們剛剛說那三部曲 裡面的第二部跟第三部 Salvation或是Hydration 它涉及到的是把水跟水 你看它這邊必須要一個空間把它拉出來 才能夠溶納氯或是溶納氯 納離子或是氯離子 所以那個拉開來是打破那個溶劑溶之間的作用力 然後再來氯跟水之間的作用力 或是納離子跟水之間的這個interaction 這是第三部 Salvation interaction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溶解 你看所以我們考慮的是單一個的時候 單一顆納氯子 單一顆氯子被水包圍 這樣子包覆起來 好 所以Hydration Energy 或者是Salvation Energy 它是The Energy Change Associated with Step 2 and 3 第二部以及第三部 在那個三部曲 三部 scenario 裡面 它的第二跟第三部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說的H1 H2 H3 裡面 H1它是那個 我剛剛看到它是可以用負的金格能來表示 然後Delta H2 跟Delta H3 那它是用這個 Salvation Energy 或者是特別針對水溶液的話 它是一個Hydration的Energy OK 好 那麼我們剛剛前面講了這麼多 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麼當不同種類的溶質要融於不同種類的溶劑的時候 它所設置到的Delta H會怎麼變 還有它最後的Delta G會怎麼變 因為Delta S不用講 在溶解這件事情上面的話 Delta S一定是大於0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現在是一個極性的溶質 極性的溶劑的時候 極性溶質 極性溶劑 那第一步的那個涉及到的能量大不大? 如果是極性 譬如說是粒子的話 我錄好了 大嘛 對不對 好 相對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 相對定性的概念就好 是大的 因為它是有極性 所以極性越強的話 分子間作用力會越強 對不對 因為不用翻譯在課本上面 好 然後第二步咧 第二步是溶劑 溶劑間的分子間作用力 那既然是一個極性的溶劑 所以也是大的 好 然後溶質溶劑的作用力呢? 第三步 因為兩個都有極性嘛 所以溶質溶劑的極性的形成 如果大的時候 它的作用力也算大的 所以它放能是不是也是大的? release出來的能量 相對也是大的? 那所以這些都大的情況下的話 最後Solution它所相對的形成的 是大而小 相對的值啊 相對的會比較小 相對的會比較小 那從這一個 deltaG等於 deltaH-t deltaS來看 這個相對小 這一個一定favor嘛 這一個項一定是favor的形成 那個自發的 因為deltaS entropy 影響的關係 entropy增加 所以它會讓整個過程的deltaG 是傾向於效率的 所以如果deltaH 這一項相對的值是小的時候 那不管它是大於人的效率 只要這個相對小的話 那最後deltaG是效率的 那這種情況 我們再另外看一下 相對於如果現在呢 情況變成是nonpolarSolute and polarSolvent的話呢? nonpolar 溶質非極性 溶劑是極性的時候 溶質是非極性嗎? 那如果溶質非極性 你要把溶質溶質之間的作用力拉開來 相對跟剛剛這個polar比較的話 它是deltaH1大於效 比較小 比較小 然後呢deltaH2呢 它是溶劑溶劑的作用力 那現在溶劑是polar的 極性的 所以你要把它拉開 等deltaH會大 OK 那第三步呢? 溶質跟溶劑 一個nonpolar 一個polar 所以它的interaction 相對的也比這個polar來講 然後會比較小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三個互相PK的結果 最後的deltaH 它會是大的 而且是正的 對吧? OK? 是大的 然後這一項是大的 而且又是正的 所以變成deltaG傾向於會是大於0的 傾向於它是大於0 那這時候就不會形成溶劑 no solution forms OK? 但是再來看第三種情況 如果現在非極性的溶質 非極性的溶劑的時候呢 非極性溶質 非極性溶劑 那麼既然都是非極性 所以它的分子建築溶劑都是比較小的 所以這個也小 那deltaH 測試溶劑 融劑現在也是非極性嘛 所以這一項也小 再來第三步 融質溶劑 它都是非極性 所以它們之間也有分子建築溶劑 可能也是相對比較小的 所以這三個term都小的話 對 最後的deltaH solution 是小的 相對並性上面的秒數是小的 那這一項小的時候 就變成是entropy在dominant 所以solution可以形成 solution forms 第四種情況再來看一下 如果現在反過來變成 溶質是極性 但是溶劑是非極性 溶質是極性 溶劑是非極性 那solu-solu-1-h 就是大的 然後這一項呢 因為solution是非極性 所以是小 再來solution 一個極性 一個非極性 所以這一項deltaH 也小 也小 那最後情況變成怎樣 deltaH solution 就變成是大的 大的 第一步這個是吸著 這個是吸著 這個是放的 所以變成是 整個deltaH solution的話 是大的 或者是正的 那again 你再回來看這一個 這一項又是大的 又是正的的時候 那就變成deltaG是 變成傾向於會大於0 那就no solution forms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它會比較favorite容易的形成 第一種情況跟第三種情況 那第一種分跟第三種分別是什麼 極性溶於極性的時候 非極性溶於非極性的時候 容易才傾向於能夠形成 非極性不溶於極性溶劑 極性溶質不溶於非極性溶劑 所以我們習以為常覺得理所當然 極性溶於極性 以及非極性溶於非極性的這一個現象 它最後被周規背後是有熱力學的因素 在操控它的 它牽涉到它的entropy的改變 以及entropy的改變 然後這兩種tran 這兩個tran之間的互相去看 哪一個因素是東南來的的 所以process that require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cannot to occur 那overall 你就記得嗎? Life is all black 同類互融 同類互融就是這個過程 它背後所設施到的一些現象跟能量的變化 好 所以溶解的這件事情我們考慮好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來看看 不同的種類的電解質 有一些是 有一些物質即使都是電解質 也有強電解質跟弱電解質 對不對? 什麼時候是強電解質 什麼時候是弱電解質 跟什麼有關? 它產生出來的粒子的量有關嗎? 那它產生出來的粒子的量又跟什麼有關? 以前你們有學過 k 越大的時候 反應越去向往右 所以對於溶解這件事情的話 比如說 ka 值或是 kb 值 或者是 ksp 的值 k 越大的時候傾向於它離子形成量越多 對不對? 啊 k 越大又表示什麼意思? 為什麼有一些物質它是 k 大 有一些物質它是 k 小? 為什麼有一些物質 k 大 有一些物質 k 小? 涉及到它平衡的時候 剛到平衡的點的時候 它能夠游離出來的量 解離出來的量的多少? k 這個我們習慰會長 k 它決定了它平衡 它會到哪一個程度 會達到平衡? 但是是什麼因素在決定 它什麼時候要到達平衡? free energy 又是free energy嘛 delta g 等於負rt 等於k 所以 k 的大小決定在哪裡? 決定在它什麼時候 delta g 等於0 的時候 它就到達平衡了 從那邊你可以決定它的平衡長數的大小 那Delta G0的意義是什麼? 它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Delta G0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或是Delta G等於零 Delta G啊 我們那時候就說嘛 它是free energy the energy free to do work 它自由能就是自由做工的能力 自由做工的能力是free energy 所以當沒有自由做工能力的時候 它事情還能不能夠推動 就沒有做事情的力氣了 所以當Delta G等於零的時候 反應就沒有辦法再往左或往右了 那這個時候反應就幾乎是 我們就說我們所謂的達到平衡 就是反應它不會再傾向往右 再產生更多 或是反方向 它也不會再回來 產生更多的反應物的這個情況下 是Delta G等於零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quotient就變成是 它達到平衡的時候的常數 達到平衡的時候可以用來去描述 所有物質的濃度的比例的一個常數 所以一個物質它能夠反應到什麼樣的程度 達到平衡 由K值來決定 K值大小由什麼來決定 由Delta G來決定 由free energy來決定 它什麼時候會等於零 它什麼時候達到平衡 OK 所以平衡常數它背後還是一個熱力學的概念 所以強的電解質跟弱的電解質的話 我們說強電解質它是幾乎百分之百解離 Strong electrolyte 它approach百分之百 dissociation in aqueous solution 那弱電解質它可能只有部分解離 那至於為什麼有一些是強的 對百分之百解離 有一些是弱的 跟它背後它的Delta G 它的奏功的能力有關 以及它所對應出來的K值有關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體會 我們為什麼要先把熱力學這邊講完 再回來看的話 希望對大家對平衡的概念 有重新一個角度去顯示 它這個平衡的這個事情 好 那最基本最重要的一個平衡是什麼 水 水 地球上面最重要的一個電解質就是水 那水它會自解離嗎 自解離 那水的自解離 水的濃度是多少 雖然平常我們在講水的濃度好像很奇怪 但是水它也是可以算水的濃度 濃度用那個墨爾濃度來表示的話 怎麼算 每升多少墨爾對不對 每升多少墨爾 每升就是1000克的水除以18 就是55.5 墨爾 然後除以它是一升嘛 所以水的濃度是55.5 所以水它自解離會有一個水的離子基 就水它這個溶解的這個現象 它會有這個KC K的表現的話都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帶進來 你會得到這樣子一個G 那一般的話就是氫離子的濃度 成像氫 跟離子的濃度會是10的負14次方 我們把它一個 給它一個特定的這個符號叫做KW KW就是水的離子基 所以一個水溶液它是酸是減 這個就對你們來說很簡單 一個溶液它是酸性還是減性 它是中性跟什麼有關 跟它氫離子跟氫氧跟離子之間的大小 有關如果氫離子大於它的話 它是酸性 如果是小它是減性 如果兩鄉則是中性 那它的界限是以什麼為分界 中性是10的負7 10的負7 所以這個酸解的原因可以 還有解基本的定義 什麼是酸什麼是這 共二酸解的概念 有嗎? 共二酸解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酸 然後它跟減 它這邊現在是一個HA 若磚 然後跟水 水 然後呢 它可以形成H3O症 跟F 那這個時候誰跟誰是公二 對 Conjugate the base is everything that remains of the acid molecule after the proton is lost 這個跟它 這個跟它 conjugate acid is formed when the proton is transferred to the base 酸碱以前酸碱的學說有學過嗎? 酸碱有什麼? 阿瑞尼氏酸碱 阿瑞尼氏的酸碱講什麼? 青磊子 酸的話是可以產生青磊子的 碱是可以產生青磊子的 然後後來還有什麼? 酸是給脂子的 可以給出脂子的 那跟這邊的意思其實是差不多的 可以donate一個脂子出去 然後碱的話它就是accepted 接受碱 那還有一個是 露乙氏酸碱 記得嗎? 露乙氏酸、露乙氏碱 露乙氏它的定義是什麼? 得失電子 得到電子的是酸碱 得到電子是酸 得到電子是酸 然後失去電子是碱 露乙氏s electron pair acceptor 那露乙氏碱是donor electron donor 好這個是酸碱 它的歷史上的有一些酸碱 不同酸碱的時候的定義 那至於什麼時候是酸 什麼時候是碱 剛剛說的話 跟它最後平衡到達的程度 完整 平衡完整的程度有關係 那基本的酸碱的概念 幫大家 幫大家 跟它介紹到這邊 然後有一些 其他跟酸碱相關的計算的話 還有碱的計算 菸在集訊 還有一些buffer 所以其實這邊還有很多 buffer 這一款說容易 同離子效應這些 所以這邊還有蠻多 需要可以好好檢測的 還有它在生活上面的音樂 好 OK 是 有些人 可以 可以 可以